大家好我是游泵 本部片來分享一下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血騎士 遊戲中期美麗必作的三件事情 以及還有暗影之風的配點打法分享 先前我們已經有發了三部影片 針對了像是血騎士的前夕配點 以及還有前夕到我們巔峰的一些可能配置的打法挑戰秘境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是血騎士相關的活動爬塔的相關的通關指南 大致上其實都已經有把血騎士整體的 就是前期到中期基本上都講的差不多了 本部影片就是延續相關的進度 讓玩家們可以繼續來升我們巔峰的等級 首先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冒險指南 遊戲其實對比像去年暗黑不朽剛出的時候 它其實基本上好得非常多 每天的話我們到巔峰了之後 每日完成三個地層就可以獲得綠裝 給大家看一下我目前巔峰了不在等綠裝的狀態 綠裝的話目前是缺一個啦 那因為我沒有打到我想要的部位 那其實即便你沒有打到你想要的部位 你依然可以用你多的分解綠裝的相關的粉塵 那是可以去合我們額外其他的綠裝 不過官方這邊也還蠻貼心的啦 缺綠裝的玩家這邊你其實可以直接選擇套裝物品 那針對特定的難度還有特定的關卡 這邊有很明顯跟你講說 他是有機會在哪裡刷到 所以特別說明一下 暗黑不朽啊他其實最主要是要提供遊戲整體的速成 所以讓玩家們其實你剛到巔峰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傳奇精華的方式 大部分的傳奇的這些變質的技能 你應該都是有稍微去玩過了 那之後呢到我們可能巔峰兩三百等以上 那我們這邊的話才會開始努力的來去平我們的套裝 甚至是把我們裝備的屬性全部拉起來 這個話是比較偏中後期的玩法 因為大部分的情況下前面的玩家大部分就是你的傳奇精華應該都已經差不多摸手過了 所以其實遊戲啊 這邊反而變成是 每日的冒險指南他就變得更加的重要了 以及還有相關可能加成的精選之類的東西 甚至是還有懸賞 懸賞的話我記得上限應該是24個沒錯 如果你真的太忙的話他的懸賞是可以繼續留次數的 所以就能解盡量解 不朽其實他提供的東西跟暗黑破壞神4之類的遊戲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是手遊嘛 以手遊為主的話基本上就是以速成 或者是你每日可以盡快的去解 相對來說會比較重要 所以這邊就是務必 每日的活動獎勵能解則解 那這個話是每日第一個的部分 那緊接著 第二個每日必須要做的 就是你真的有登遊戲的玩家 建議的話就是要來我們這個不朽傳送平台這一邊 戰品幣的商人 那戰品幣的商人這邊每日每週基本上都會有相關的一些 可能稀有的那個密文石這邊是可以做購買的 你只要擠大大小的任務 基本上你的戰品幣一定是夠的 你只要不要可能特別的可能連那種傳奇物品都要買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稀有的密文石買優先 然後再來還有我們相關的知識之藥 來提升我們的這個赫拉迪姆的傳承 那簡易咒服因為這個東西真的很拼相關的屬性 除非真的資源夠你再買 不然我覺得這個就還好 就至少其實像我們每日這一邊 密文石啊 這種東西就是玩家們可能到後面有缺的 每日你也必須要刷圓谷秘境嘛 所以相關的東西基本上能買則買 因為畢竟他都是有刷新的 有想到你有登入遊戲那就買吧 基本上我們遊戲到中期了之後 最主要就是要提升我們相關的素質能力以及保持登機 所以我認為你每日 有空來拿我們這個密文石來刷圓谷秘境 這一點我覺得算是很重要的 遊戲第三個每日要做的事情 是在我們的這個聖索 那麼聖索內的赫拉迪姆傳承的相關屬性 玩家們是必須要每日 就是來解一下我們這個聖索通道 才可以來提升的 雖然我們這個聖索任務他本來就放在圖鑑內 但是 不見得玩家們都會想要去刷 因為其實這個刷的話他也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那我們這個一本法赫德的建議 相關的寶石就是必須要透過每日這個赫拉迪姆的傳承 我們要開箱子 那他才會有機率性的開到 所以這個也是每日建議大家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們相關的這些屬性 未來他都是堆疊上去的 就哪怕你是攻擊啊 或者是你的物理穿透 或者是你各式各樣的屬性 他的增益效果這邊都是永久加成的 除了巔峰點數之外 而外再來提升的 就是這個赫拉迪姆的傳承 所以以上比較建議各位玩家 每日要做的 至少我覺得這三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 緊接著這邊會來實戰一下我們主要攻擊 從我們的破滅改成暗影之鋒 先前的影片我們這邊是推薦是用破滅的技能 因為破滅他會有額外的這個範圍傷害 是會對敵人造成25% 但等到我們後面其實你的裝備整體的這些數值 稍微都有起來了之後 是可以改我們的暗影之鋒 然後在你的副手 這邊的話是可以改成暗影之鋒會標記敵人 累積4個印記了之後會造成額外的傷害 這一點其實針對像我們打挑戰祕境 或者是打特殊的一般的那種單體的BOSS來說 效益真的會比我們破滅還要來得高非常多 另外一個是這個絕招暗影之鋒 蓄力絕招他的這個飛刃 雖然你打同一個敵方還會有所謂的遞檢傷害 但其實整體傷害的屬性 效益來說會比破滅高非常多 之後呢我們相關的技能可以搭配我們夜幕垂覆 鎧甲這邊一樣就是改成只會強化我方單位 主要的攻擊每兩次就會召喚出一個幻影的攻擊敵人 這個幻影的攻擊敵人他是可以搭配 我們這個標記的額外傷害的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你沒打兩次了之後 還可以額外再累積一次我們的這個印記 搭配下來基本上他單體的傷害真的會是非常高的 整體的核心打法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這個暗影之鋒本身的技能 搭配我們夜幕垂覆 之後呢血魔的技能這邊還是沒有變的 因為本身其實我們暗影之鋒搭配我們夜幕垂覆相關的技能 他還是需要有些CD時間的 那整體技能冷卻期間依然是可以使用血魔的方式 這些範圍的傷害來去清怪 因為我們這邊最主要搭配是單體的 那其實如果遇到群怪的話 血魔他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群襲蝙蝠 群襲蝙蝠這邊原本搭配夜幕垂覆 我本來是有使用就是把群襲蝙蝠變成是用散射的方式 但是那個扇形的技能 我覺得他的效果還是有限 就實測下來之後我還是覺得 環繞自身然後再來還有持續傷害 我覺得效果會比較好 所以這邊的話還是用同樣的技能 然後再來主要位移的技能這邊 我還是推薦是用串刺的技能 就是搭配了我們這個飛聲魁擊 因為他的效果真的還是比較好 之前有使用過就是長魔蓮武 然後搭配我們傳奇的那個效果 他是會位移的 但是位移的效果我依然覺得還是沒有串刺好 所以目前的話這邊還是推串刺 好啦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挑戰秘境76層的相關實戰吧 這邊我們來打那個秘境這個是76 主要的話還是要看這個暗影之風他的效果 重點的話其實就是那個怪少一點的話效果會比較好啦 群怪的話還是要用血魔 尤其是我們現在76層本身怪其實打的也算比較痛了 沒有辦法這樣子隨便亂打 我們現在被打下去這個傷害目前是有感 但是我們拿導電之球有些BUFF的東西基本上還是蠻好處理的 我們如果打單體的話他的那個標記傷害加上那個 燕幕垂覆 疊一疊就一直觸發 這邊進CD垃圾還是要用血魔 畢竟血魔範圍傷害多怪比較好處理 除非他是金色的精英怪 單體的話其實 夜幕垂覆的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群怪的話是血魔比較強 好這邊怪的話又是群怪居多 對面 喔 我們這邊一直觸發疊層喔 剛好又有急速球的效果 就是讓大家看那個暗影之風他這個技能 本身的話其實如果他是打單體加上我們傳奇的這個副手技能 他本身你標記的話額外再一個嘛 燕幕垂覆的話他的攻擊也算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等於是說他的標記會一直額外再多觸發 沒打兩下的話我們這邊就會多一次嘛 沒掉兩下普攻 那這邊他是跟你講說累積四個印記會爆炸 所以基本上我們差不多 打了四五次 基本上就是一直觸發 就是我們普攻差不多四五次的時候 你大概已經額外觸發了至少快兩個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們暗黑破壞神永生不朽 血騎士從我們的前期到我們巔峰中期相關的指南影片 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相信玩家們只要到這個階段 大致上整體的職業應該都已經有魔索過一輪了 那之後有新的想法會再做更新 好那我是瘟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